28岁就活成了大多数人的梦 你是在羡慕我吧 今天这一副眼镜是 2月15号的时候 找我们下定的 一位来自于山东的客人 姑且称他为 称歌 年龄不大 96年生人 今年28岁 28岁的这一位客人 他找我给他订了一副 K金的眼镜 其实称歌最开始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要来配一副K金眼镜 当时我们在网上联系 杜树也是他给到我的 他去线下店试的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说 这个K金的和普通的 确实上脸的这种精致感 上手的这种质感 确实是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他就选了这一副 林德伯格 Precious的Graham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他的度数 一只眼镜是350度的近视 另外一只呢是275度的近视 100度的散光 走位方向是103度 他的两只眼镜的同距呢是63 最开始我们跟他选择的时候说 哲瑞或者是心轻瑞就可以了 他说要拉满 然后呢就选择到的是蔡司的芝瑞单光薄金膜1.60的定制镜片 因为这一副呢全程下来是我的同事接待的啊 如果是我的话啊就直接啊 泥汤的8轴 直接就干上了 这个就叫专业 开玩笑 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还是会根据客人 合适 就是适合您度数的 我们就挑选合适的镜片 不会像我说的那样子 我的同事 比我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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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以有时候我把我的订单会交给我的同事来处理 他们实际上是比我更专业 那我对他们的道德底线要求也会很高 所以大家完全放心 让我的同事 帮你来选购眼镜 OK我们直接来看到 这副眼镜的真容 这是一个 Limber的K金的盒子 他外面还有外包装 好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这个这么紧 好 打开了 里面我们看到 金光散散的Limber的标志 你花了几万块钱 他肯定要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对吧 然后在里面这块名牌 包括有给到我们的 说明书 也是金的 里面有一个清洗页 来自于格陵兰岛 的贵金属皇家矿厂开采的NILOTAC 金矿 开采的这么一副眼镜 对不对 来 我们 上演一下 啊 吊牌都换成金的了呀 我都好久没有 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哈 这位年仅28岁的 撑哥 哈 就是 28岁就活成了 大多数人的梦 好 我们来 看到这副眼镜的真容哈 首先他这个里面呢 会有这么一个保护套哈 防尘套 来装这副KG眼镜 进腿呢 也会给你保护一下 因为他表面还是很光滑 金光散散 光彩异 光彩独目 耀眼无比 哇 好散 当时他还在问我们 他说这个鼻拖 不要的话 能不能少点钱 可以的 但是KG的眼镜不要鼻拖呢 总觉得 少了那么几分滋味 哇这个真的是 光彩造人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光彩造人了 真的可以当小镜子 很亮很亮 很亮很亮 这副眼镜 我有点舍不得戴了 真的 做得很不错 上面这个菜丝标 赫然于镜片上面 让你的中贵身份 更得以显现 同时呢 在镜腿上面也有 Limber的标志 也有这副眼镜的一个参数 里面会有一个 Santa的标识 证明你 中贵的身份 OK 这副眼镜呢 抖胆 撑哥的眼镜 抖胆 上脸 试戴一下 来 我不知道是 戴上脸是一个什么感觉 你们屏幕前看到什么感觉 但是 从我佩戴感受上说 很轻 然后 上手的质感是很重的 戴在脸上 没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 光彩造人的感觉 然后 贵气 如果大家对于 撑哥这副眼镜更感兴趣 或者是说对我们店里面的其他的K金眼镜 型号 颜色 更感兴趣 可以联系我 到我们店里面来亲自上手 上脸 试戴一下 K金和普通版 它的质感 手感 到底有什么区别 OK 这副眼镜 撑哥等了两个月 非常的抱歉 但是他的时间 确实要这么久 非常漂亮 希望 眼镜你拿到 会满意 OK 这里是 容苏甲乙 买高中眼镜 找容苏 品牌齐全 江湖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